我想香港的經濟決定於是政治問題 如果現在的示威暴動不解決的時候 不即使的時候 香港自然會不停衰落 而越是拖長時間 影響越是長遠 是不可以轉變的 甚至你可以說 繼續下去的時候 香港人必定死亡 香港的經濟主要靠外來因素 外來因素裡 包括很多我們的國際形象 我們的法制 我們的治安 我們的秩序 而這些是失去的時候 外來因素不來的時候 香港靠本地的資金 堂水是滾不到出來的 甚至香港的社會 不是一個團結的 有歸屬感的社會 移民社會是香港的特色 雖然形勢不好 即使你講的 怎樣支持香港人 都會移民他去 外來的因素 幫不了香港經濟發展 我內部的資源 是走到外面的時候 香港就逃空了 所以關鍵是 假如示威暴動 延遲到一年半左右 香港已經可以去到 萬劫不服的境界 但如果能夠盡快制止 這個動員 其實香港是和大灣區的合作 是有很大的機會 有很大的潛力 就算美國的因素 變成消極 但是在大陸 乃至國際多元化 帶出來的新的經濟空間 香港是可以 憑著中國的支持 是有所發展的 所以將來的機會 不會比現在少 問題就是 首先我們要解決了這個動力 再為大家聽說 叫做收銀,誣核、誣核,誣核